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村小伙都为了结婚这件事伤得了脑筋 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性别比例不平衡 男多女少的局面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农村姑娘的择偶标准都越来越高 男方的家庭情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农村光棍们找对象 有一种家庭的小伙子十分不受女方欢迎 你知道是什么吗 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女孩子的终身大事上 阅历丰富关系亲近的人都会帮着考察对象和出主意 农村老人就经常说 你还自己结婚嫁人 最好不要嫁家里有两兄弟的 否则谁嫁谁后悔 这种说法是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在农村 一个女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挑选结婚对象方面确实会考虑良多 除了个人感情上的因素 男方的家庭情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方面 很多女孩子之所以不愿意嫁到有两个兄弟的家庭 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方面如果一个家里有两个儿子 很可能会出现父母偏心的情况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两个孩子就相当于父母的手心和手背 但是从现实来看 农村父母一碗水灯无平的现象并不少 就算儿子已经长大成家 父母对待双方家庭也免不了厚此薄弊 小到日常生活中的气质末节 大到父母带孩子和家产分配 以及养老方面 都有可能出现不公平 对女方来说 如果嫁到这样的家庭 自己又是被不公平对待了一方 以后的日子多半不会顺利 另一方面 复杂的家庭关系也是一个原因 在农村 薄习关系就已经是一道千古难解的题目了 如果嫁给一个有两兄弟的家庭 还会有更复杂的轴隶关系需要处理 两个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为一家人 生活习惯和个人性格不合也不稀奇 如果长时间打交道 免不了要吵架斗气 正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 所以在农村才有家人不嫁 有兄弟的家庭一说 不过随着农村各方面条件的进步 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不少的改变 这种说法放到如今并不一定合适 你觉得农村这种择偶观念有道理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